好,那首先的話,Break跟Continue 這部分呢,主要是 在回圈裡面,縫回圈 或者換到回圈裡面 如果想要在那個條件下 強迫中止 這個回圈的時候呢,就可以 這個執行Break的敘述 那它就會跳出回圈 所以大部分呢,我們 會搭配像語符的敘述 跟這個Break 也就是說呢,當什麼樣的條件成立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執行Break 它就會直接跳出這個回圈 直接會跳出回圈 第一個,這個是Break的部分 那如果說呢,要終止某 終止整個回圈的話 而不是當條件成立的時候呢 就 就這個去 終止某個回圈 也就是這個地方Break 它是可以 在狀況 這個 回圈的條件還沒成立之前 就可以去跳開 這個回圈 那 另外就是說,Continue的部分 如果要讓這個 每一次回圈執行 跳過Continue的敘述呢 那 這個直接 跳到下一個回圈的部分 那我們 也可以利用Break的方式來做 那Break跟Continue 實際上兩個是可以互相搭配 那一樣的方式呢 同樣的就是說呢 一副 敘述也可以跟Continue敘述 敘述呢 兩個搭配使用 所以這兩個之間呢 是有一個關聯性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跳開回圈呢 那就去 用Break的敘述 敘述 那如果說今天呢 我們希望呢 讓這個回圈繼續的話呢 那我們就用Continue敘述 這兩個呢 是可以跟這個回圈搭配使用 這兩個呢 是可以跟這個回圈搭配使用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早上喔 有一個Sample裡面呢 提到就是說呢 嗯 簡化這個ifelse的敘述 裡面有提到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所謂的問號 一個問號加上冒號 那中間就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True 一個是False 那這種方式的話呢 也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用法 只要是二元的 就是說兩種狀況底下呢 我們就可以簡化 用問號 然後呢 後面加上一個 比如說Yes 然後呢 冒號 第二種條件是 False的時候呢 我們就執行這個條件 那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我們可以簡化流程 順便提一下 順便提一下 再來的話呢 我們根據這個 剛剛的這個 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首先的話呢 這個範例裡面喔 一個 這個Break Stmt 這個範例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今天呢 是條件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False回圈的部分呢 它的起始值是1 然後當條件喔 小於 等於200的時候 他就去執行 那大概200以上就跳開 那接下來就是說呢 i 加等於2 也就是說每一次呢 就加2 也就是基數的部分 基數總和 可是呢 這個是一個條件 條件是到200 可是我今天如果說 我希望呢 在99的時候呢 就跳開 那這部分呢 當然我可以在這邊做一個 一幅的這個判斷喔 敘述 然後當這個i 它大於 99 也就是100的時候喔 就Break 就跳開 也就是當這個時候呢 Break的時候呢 它就不會再執行 這一行命令 這一行指令 就不會再去執行 所以最後秀出來的 就會是1到99 如果說它100的時候 好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跳開 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執行看看喔 當然 這個直接執行 好 1加到99的總和 是2500 不過呢 當然這地方跑太快了 有時候 一下 就 結果就出來 重點應該是在哪裡呢 在這個地方 Break 其實Break 好 這地方我們來除錯 好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設一個中段點 比如在這個地方 第八行的地方 設一個中段點 那當這個條件 如果說它還沒有 這個 大於99的時候呢 它就會繼續往下走 那我們除錯看看 這邊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 i 預設值是1 那現在直 這個變數值就1 然後呢 你再執行一次 它這個時候呢 就變成3 好 一直往下 往下 不過呢 有一個問題來了 當這個地方 我們一直按呢 我們要按50下 它才會 變成 i 才會變成 這個99 那如果說呢 你如果說要改變它的值 也很簡單 這邊 它是可以 可變的 也就是你直接輸入一個值 比如說我不要這麼 一直按 我就直接輸入98 好了 按Enter 這個時候 i就是98了 只是說呢 它的加總不會跟著加 因為你是實際上給i值 並不是說讓它真的跑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再跑一次的時候呢 它就變成100對不對 100之後呢 那實際上它就跳到這個地方 black之後就跳開了 直接就按一下 你會發現程式就跳開 那它會不會執行到這一行呢 也就是說它如果black之後呢 它就直接跳離 跳離之後就跳到這裡了 它並不會執行這一行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到 它就直接black掉了 好 直接再按一下 因為已經100了 那這個一定是true true之後呢 就跳開 程式就 結果就出來 但這個值 絕對不是正確啦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並沒有跑那麼多回線 只是說我們想知道 程式的運作過程 那直接就可以用這個除錯的方式來看 那這裡的話我想你們試試看 這一題的部分 把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